《战狼3》已过审,演员大浣血,新冷风是他来演,网友,没有无惊我不看。 就在最近这两年当中,有一部电影成为了一段传奇,不论是一还是二,都让我们再一次激发了对祖国的热爱,和对犯我国家者不能忍的精神得到了新的认识。 这部电影就是《战狼》。 而最近有人爆料出来说,电影《战狼》的第三部的剧本也已经通过了审查,现在进入了拍摄筹备当中。 其实从最早采访吴京的时候就知道,《战狼3》应该不会再采用原班人马了。 但是最近却爆出来最新的消息说,演员阵容要准备大换血,就连吴京所扮演的冷风也要换掉。 而第二部让我们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女主角也要退出,由第一部的女主龙小云回归。 还有在第二部当中被洗白的张翰,以及换了一个形象出来的吴刚,也都被换掉。 据说这一次加盟的男演员应该是段奕红和彭于燕。 但是很多人都会对冷风这个男主充满了特别强的好奇心,有人说应该是彭于燕来演冷风,但是吴京本人并没有承认过。 就从最新的爆料来看,吴京好像是邀请了他的好朋友赵文卓过来出演冷风这一个角色。 赵文卓其实也是拍打戏出身的,不过很长时间没有他的作品了,所以有一些人都在担心赵文卓能不能演好这个冷风。 毕竟冷风的形象已经从第一部和第二部当中完全地塑造好了,我们心里面冷风就是吴京,如果换一个演员来演冷风的话,大概要重新接受还需要一段心理磨合吧。 不过只要赵文卓的演技在线,能够演一出冷风的那种重情重义,和对来侵犯中国的人特有得很劲儿的感觉的话,应该不难被观众们所接受的。 吴京第一部武侠作品,就独挑大梁,饰演杨玉前一脚,偷师学艺,击败六大高手,战胜端王爷,成为一代宗师的故事,其中与阿琪的爱情故事也触动了少男少女的心,据说吴京妻子谢男就是给她的杨玉前所拿下的,可见其魅力。 在小李飞刀中,吴京饰演男二号阿飞,是小李飞刀的好友,其剑法高深莫测,快如闪电,江湖人称快剑,剧中她和范冰冰饰演CP,也是感动了一片片的观众。 在武侠言情剧《测码校西风》中,吴京饰演男一号孟星魂,是一位剑术高手,流星蝴蝶剑,所向披靡。 他与高玉涵,于飞红扮演,明月新,桃红扮演,上演了极其复杂的三角恋,荆歌就是荆歌,但凡武侠具必定武功盖世,美与相伴。 在男儿本色中,吴京饰演大反派天养生,从小就是个孤儿,也是娃娃兵出生,极其奖江湖义气,也极其凶肯残忍。 次角色极其成功,并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 在《杀破狼》中,吴京再次饰演大反派杀手阿杰,白衣亮刀黄短发,武功极其高强,杀人不眨眼,残忍至极,与真子丹的对答也成就了动作片的佳话。 《战狼》系列中吴京饰演冷风,此角色极品性,正义,柔情为一体,剧中一句泛我中华者虽远必珠吹向了爱国,强国号角。 此片打破无数纪录,再次不再多言。 那么你觉得吴京哪个角色最经典呢? 无数纪录,再次不再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